给你两天时间 三个亿到账 你我的恩恩怨怨 这算一笔工销了 好 我给你三个亿啊 我现在找人去凑钱 你能不能先把好歹放了 做什么梦哪 你不把钱拿来 我是不会放人哪 这儿 孟大成在网上买过东西 地址是三号楼四单元三零二 喂 喂 爸 找到了 卫叔 确定地址就是这儿吗 没问题的 我之前能瞎载到公司去 查到了孟大成的购物纪录 信息的定位安准的 就是这里 温叔 还是我去吧 你不要去啊 你在车里等着啊 没事的 孟大成啊 多年前我就认识啊 打过交道 我了解他了 没事 瞎载一会儿就过来了啊 碩叔 你小心点儿 没事 孟大臣 我是魏东小安 魏总 我敬重你这个人 我今天这么做 也是迫不得已 我知道 你的儿子 是陈大瑶的命 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只有这么做 才有可能 让他把我的钱 偷出来 对不起了 那这样行不行 你让我进去 你把门打开 我跟豪宅在一起 陪着你等前 你把门打开嘛 你还没有人啊 就我一个 你没事吧 那孟大成啊你 你手机啊 妈 天都亮了 怎么还不出来啊 我走 卫总 我对不起你 没事啊 银行是九点才上班啊 给陈大有点时间吧 我这是岸江重宝 我对不住你 大成啊 其实我是非常理解你的 你的苦衷啊 你都不甘心 我知道 你要不是有这个劲头啊 当年我也不会帮你的 是吧 有些时候看来啊 选择比努力还要重要啊 如果把你这个劲头 放在你重新创业上面啊 那我相信这八年 你也会有一番作为的 好咱 来 喂 阿翔 陈总 资金已经到位了 真的要给他吗 当然了 当然给了 赶紧哪 下来了 爸 后仔 爸 爸 您没事吧 没事啊 没事 我给你们说啊 好在被绑架这个事情啊 不要告诉你的妈妈 好 走吧 来 进来 陈总 事情都已经办好了 啊 嗯 三个亿啊 就这么吐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这个孟大成 给了魏东晓什么好处 让他能舍得孩子 逼我们出这么多的钱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魏东晓 还能和孟大成串通好 故意用好载来要挟我吗 你说的这种可能 也不排除啊 嗯 嗯 这个魏东晓 对了 嗯 我们之前是不是以香港公司的名义 入资国 创新地产的一个项目啊 叫 惠林山庄啊 是啊 嗯 当时金融风暴 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地产 创新地产当时资金链出了问题 我们是以那家港资公司入的资 现在项目进行到什么程度 差不多 已经封顶了吧 哦 等房子封顶了 房价肯定会涨上去的 好在我们提前知道政府的规划 是啊 确实政府有规划 说是要修马路修地铁 可这些都是之前在合同里体现的 这也正常啊 等地铁修好了 误盘 房价自然就涨上去了嘛 那三个亿呢 肯定会赚回来的 问题是 魏东小说他坚决不武盘 不涨价 不武盘不涨价 对啊 不仅如此 我还听 创新地产的人说 魏东小进一步要建什么绿化 提升小区的品质是为了减少噪音 说产生的费用都是要几家资方协商承担啊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还有什么利润呢 这个魏东小 只顾要声誉和口碑 就是不要利润 是啊 这个现在正结就出在魏东小身上 只要他在 这三个亿我们是拿不回来的 这三个亿我们是拿不回来的 这样子不行的 我们必须补回我们中发的损失 那就 让创新出点血了 王总 不好了 什么情况 我们合作的那家港商起诉了我们 刚从香港发来了律师函 为什么呀 咱们广州惠莲山庄的项目 因为政府规划导致项目无法按进度完成 这家港资公司直接在香港当地起诉了我们 并加上索赔五十五个亿 起诉了 是啊 浴石俱焚的状态 根本就不给我们回旋的余地啊 你们查没查过这家公司的资质啊 和幕后的背景啊 查过 就是一家香港的普通房地产公司 中间换过一次老板 那之前的老板是谁呢 之前 好像是一个叫林毅叔的女人 她本来在香港有很多产业 后来处理掉了一部分 这家公司就在其中 专门做物业的 程副支长 晓晓心意 千万不要拒绝了 陈大瑶啊 冬晓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那家港资公司就是你的 这个呢 都是公司的行为 跟我可没有任何关系的 可能公司呢 那边在国外呢 刚刚找了一个项目 而且利润点呢 还很高 他们想让我出资 但是我拿不出钱嘛 于是他们就这么做了嘛 好啊 你可以的啊 你明明知道政府规划不可为啊 项目已经进行到一半了 这个时候你要起诉索赔 算你狠啊 好啊 再见啊 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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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业主啊 都已经得到了消息 刚开始还都是询问 现在呢 都开始闹起来了 小哥 我觉得资金不是问题 从集团拿过来一些 不就解决了吗 是不是 陈大瑶他是个什么东西 他就是一条臭鱼 翻不起来什么浪花了 阿兵啊 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你看不到问题的实质啊 你看到你说 陈大瑶的最终目的就是 想要破坏我们集团的声誉 老魏呀 我都知道了 就是没想到啊 做这种事情的是陈大瑶 我已经跟郝宰讲过了 先从广告公司那边 挪一些现金过去 你那边缺口太大 很难凑齐补的伤 我给你讲啊 广告公司那边 顶多就是几千万的资金 杯水车薪 还有 我跟三成啊 文汇也讲过了 不管怎么样啊 地产这一块独立解决 集团不会帮忙 他就是在拖延这个项目啊 拖死拉倒嘛 什么拖死啊 没那么严重啊 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那其实我最担心的呀 是集团的声誉问题 陈大瑶这个小子 这老小子也是吃准了我这一点 但你放心吧 他不会得逞的 什么意思啊 你就不要担心我了 人这一辈子不就是这样吗 永远是在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这个过程当中 我相信你 不会那么容易被他打倒的 好好好 我相信你 喂 包秘书啊 你好 我是杜芳啊 您还记得我吗 之前我们都见过的 秦书记还跟我和老魏说过 说他特意把您调到他身边的 我们之前见过的 您还记得吗 能让领导记得 那是我的荣幸啊 秦书记在吗 我想跟他说几句话 秦书记要不记得我的话 你就跟他讲 说我是魏东晓 那个 以前卖砂锅粥的老婆 喂 老秦啊 怎么着 躲着我 不见我是吧 哪有啊 东晓 事情我都清楚 你这次啊 做得好 做得对 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不跟风 不无判 不提价 这个社会就需要你这样的良心企业 市场更需要你这样的榜样 哎呀 谢谢你啊 老师肯定我 鼓励我 支持我 政府一直帮我们啊 我们也要帮帮别人了 是不是 你放心 这老百姓啊 心里面都有一杆称 政府呢 心里边更有一杆称 关键的时刻 我们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我这一路这些年走过来 你是知道的 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的 没问题的 放心 好了 不管怎么样 我都支持你 好 放心吧 好的 有空我们钓鱼去啊 又钓鱼 说了那么多回 咱们俩哪回时间碰得上啊 就嘴上钓鱼吧 好好好 好了 回去啊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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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还是没有任何一家投资公司 愿意接咱们这个盘 魏叔 这件事你怎么看 陈大瑶这个老小子 他都是有预谋的 要我说啊 这件事咱们不能软着 就得跟他硬着来 但是啊 你要真是打光是打起来啊 我跟你讲啊 你中了他的圈套了 其实我最担心的呀 还是我们地产公司 这一块的声誉 甚至是集团的声誉受影响 这个老小子 还真是耗得我的脉了 知道我最在乎什么呀 魏叔 其实我建议 由专业的机构来引入资金 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风险 都承担到自己这里嘛 但时间是一个问题啊 这个项目现在很紧啊 那这样 你让秘书把那个 所有的楼盘资料都发给我 我今天晚上整理一下 明天我去跟几个 行业内的朋友碰一下 我相信我们创新地产的口碑 还有品牌在这儿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这个办法可以啊 那是最好的 还有魏叔 你工作忙 不要老吃外卖 不干净 我也不是经常吃嘛 偶尔吃一下 这家炒鱼粉 一段时间不吃 我很想的 不吃了 不吃了 好 那我先回去了啊 嗯 你不要告诉你房仪 我在这儿吃外卖的事情 好 好 好 走了 魏叔再见 嗯 那行 贺锡 我还有点事情没忙完 我先上去 这边你多费心了啊 行 你别忘那个楼盘资料 好 好 还忙呢 阿西 你怎么来了 魏叔刚走 哦 那个 一会儿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开车了 你先走吧 阿西 别太累了 按时吃饭 嗯 那你也是 二位请坐啊 贺小姐之前发来的资料 我全都看了 创新地产的口碑和声誉 在行业内都是非常受到认可的 我们也很期待与之合作 因此我们召开了股东会议 会议上通过了注资创新地产的 投资决定 贺希 谢谢你啊 今天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举手之劳 中午有空吗 请你吃饭 不行 我现在得回公司一趟 这后面还有好多后续工作没做呢 所以不行 你呀 总是有理由驳回我 我 我有吗 当然 当年在应务社的时候就是 每次想请你出去 都是一大堆借口 好 我答应你 这个项目成了之后 让你请我吃饭 好 不过有句话跟你说 嗯 你跟魏迪生 你们两个一直都互相喜欢着 这大家都能看出 既然你未嫁他未娶的 干嘛不把事挑开呢 就你们这班空中吊着 我都替你们难受 哎 灰仔 难为你替我操这么多心了 不说这个了 咱们先得把这个工作做好 哎 电梯来了 恭喜陈总 五十多个银 这么痛快 就拿到手了 还有那块 迪批的事 也进行得非常顺利 我对我们的合作 越来越有信心 我们喝一杯吧 我本来也不是为了高利润 去做这个项目 杜总 我们当初拿这块地的时候 就不是为了做养老社区拿的 所以价格高出了很多 是 咱们就算再不为利润 那总也不能让公司开天窗吧 杜总 您真的这样 杜总 养老这块呢 确实是个好市场 但毕竟我们是公司嘛 公司就要养活很多人 就要有利润 再说了 咱们做的毕竟是 高端的养老社区 来的人也都是不差钱的人 所以啊 我有个提议 能不能在高端的养老社区这一块 我们该要的利润还是要的 然后把这一块的利润 将来用在 针对普通百姓的普通养老社区上 那这样会不会更好一点 你们两个说的都非常有道理 阿辉 你这边呢 很对 做房地产嘛 怎么可以不讲利润 但是现在我也看到了 我们已经卖掉了三分之二 并没有亏钱 我也算过 就算是正常价格 也不会让公司开天窗 只是你赚多赚少的问题 如果是其他项目赚多 按照以前的路子 我支持你 但是这个 我还是希望你们尊重我的想法 养老项目呢 以人为本 虽然我们说高端 高端是什么 是我们创新的品牌与服务 是我们的一个概念 不是说高端代表的是什么人群 我们卖给有钱的人 然后赚了钱再去服务于百姓 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做这个项目了 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多地想的是 在这个养老社区里面 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我们引进什么样的高科技 去完善这个社区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而且将来所有的创新的养老社区 都是同一标准 好 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其实说起来啊大臣 我们还是有人分的 是 你有没有想过啊 到这边来 你去地产公司那边 老本行啊 我是相信你的 谢谢魏总的好意 谢谢 但是您这儿 我肯定不能来 因为 我的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 别人 不会跟我这样的人打交道 我不能再托你的后腿 你在楼畔庭宫 就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魏总 真的是 很抱歉 这过去是不说了啊 那你自己有什么打算呢 我已经 想好了 过段时间你就会知道 不过你放心魏总 我再也不会去干 以前那种傻事了 魏总 我呢 就是想来看你一眼 我先走了 这杯茶喝了吧 好 谢谢魏总 再见 我走了 好 孟大成 孟大成离开的时候啊 我就猜到他是去自首了 绑架豪宰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 而孟大成也交代了 更多当胜公司被中发地产 恶意收购的幕后操作 恶意收购的幕后操作 同时牵出了陈大摇 还有王光明 这都是你说的送我的小礼物 我原封不动 都还给你 老大哥啊 这都是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送过你这些东西啊 你 跟我可没有关系啊 来 喝茶 我告诉你陈大摇 这次上面 是要动真的了 我做得很隐蔽的嘛 我办事您放心了 当胜公司的事你也说放心 不是还给捅出娄子来了吗 要不是魏东小出面 你会舍得土钱出来来平息 有的时候 难免摆密一输嘛 你还反咬一口 害得创新地产 项目全都停工 你以为魏东小会咽下这口气吗 不是我陈大摇要撤资 我是真的需要这笔钱来救命的 如果是别的公司 我一样会撤 刚刚好是魏东小的公司 巧合了嘛 陈大摇啊 要不是你贪欲这么大 事情不会到今天这个样子 生意人 难免的嘛 不过我看这个事情呢 没这么容易过去的 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呢 孟大成这个事情 恐怕 还要麻烦老大哥您出面处理一下 你以为事情到今天 我还会出面给你挡着 好 老大哥 您出面可不是帮我陈大摇挡着 是帮玲玲挡着呀 玲玲自己住的别墅 可都是我中发出的钱 何况 现在玲玲的手里 还有中发的股份 所以您出面处理这个事情 怎么能说是帮我呢 陈大摇 好 你还想说什么 我还想说就是 孟大成已经自首了 孟大成自首了 是 他不是绑架了豪宰 要我拿出三个亿吗 不过他自首这件事情呢 我不担心 我担心的是 怕牵扯出当年荡圣公司破产的旧案 陈大摇啊 陈大摇啊 我当初我就劝你 早点出出那个钱 你要是早听我的 事情怎么会闹到今天 别激动老大哥 他们公司的会计王涛不在了 就算他去自首 也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拿我没什么办法的 我现在只是担心 担心而已 所以想请您出面 未雨绸缪一下 你公司的人 就不能找到王涛 一直在找可是没有消息啊 必须得找到王涛 我明白的 我明白的 对了 这是龙林区规划的两块地 我们可以继续干的 老规矩 好的 我知道了 我一定给你记着这个事情啊 那就这样啊 回头我们 我们约啊 好 好啊 刚刚接到消息 孟大成去自首了 其实啊 我也猜到了 但是没有想到那么快啊 这次 支队长恐怕是 天猛灰灰 数而不漏啊 那政府肯定是不会纵容 这样的人存在的啊 迟早都是要清理的 世事难料啊 那个王涛啊 王涛的事情啊 你要抓紧啊 放心吧 我再多拍两条线 还是注意保密啊 要快 好 我现在去办 好好 好 孟大成这个混小子 收了我们的钱 还跑去投案自首 这是摆明了 要把荡圣公司的案子 再重新撕开一个口子嘛 所以现在必须要上面出来 才能搞定啊 要不然 真的没办法了 好 就算上面肯帮忙 我们自己呢 也要想好退路的 阿翔 好 我呢 留了一笔钱出来给你 这样 将来你的老婆孩子呢 不会受任何委屈的 我的意思呢 我的意思呢 如果公司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需要你来扛一下 陈总 你知道 我不想要那么多钱 我只是想 跟我太太和我孩子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好好地过生活而已 你 对不起啊 好 没关系的 理解你嘛 跟了我这么久 你应该好久 没有见过太太和孩子了 对了 我昨天呢 特地找人 买了一份礼物 以你的名义 送给了你女儿 还有你太太 我还知道 你们很久没见面 特地多拍了一些照片回来 你可以看一下 你女儿长得真是很漂亮 太太也蛮贤惠的 还特地交代送礼物的人说 让你安心工作 不 阿翔 我们之间呢 是没有什么秘密的 就算他们躲到温格华 我想找 随时都可以找得到 好 陈总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谢谢你啊 老李啊 有一段没见了 怎么样 见面聊聊 有些话 电话里不方便跟您说 见了面 长话短说 说完了我就走 孟大成都说了什么 情况不太乐观啊 他什么都说了 那 公安局是怎么决定的 机尾原本就有动情了 怎么 你不知道 哦 对了 有个人出面 已经保了孟大成了 谁 魏东小 这很好的啊 前两天一个 云南的朋友给我带过来的 喂 喂 东小啊 哦 老首长啊 还忙吗 哎呀 现在年纪大了 很多事情啊 都交给年轻人去做了 你怎么样啊 我这退休了 不中用了 你一直活跃在第一线啊 一直是我们这个 地产协会的会上啊 我说东小啊 我听说 我们水电工程兵的战友 每年都还有聚会 嘿嘿嘿 我这忙忙叨叨的很遗憾啊 是啊 那今年你一定要来啊 今年补上啊 很多你的战友啊 你的兵啊都是很想见你的 啊 我说东小啊 看你的时间啊 咱俩先见个面 哎呀 不要我们两个人嘛 叫上三成啊 小陈啊 不不不 东小啊 就咱俩 那也好也好 那那就看 你定个时间啊 那就 今天晚上 好好 晚上见 要见面 是啊 怎么那么急啊